各位好 現在要介紹的是 怎麼樣利用網路上的資訊來自學吉他 更精確一點的方向來說是 怎麼樣利用我目前已經公開分享的資訊 來彙整成一個有系統的學習方式 如果有些資訊是我目前來不及拍片介紹的 你還是可以在網路上找到其他相對應的資訊來 來補齊整個架構 今天這影片要針對的是初學 就是 吉他初學的人 如果你還沒有任何的經驗 你只是一開始要接觸吉他 你想要 自己來嘗試的學習吉他的話 你可以依照這支影片來得到一個很清楚的方向 在我的部落格上面已經有一個自學吉他的項目 你在這個項目裡面可以看到有 已經有蠻多支影片跟蠻多課程的 我先說一下自學吉他的第1個階段你要做的是什麼 我們的 學習目標是什麼 你要達到這個目標 你需要得到哪些能力 那你知道你的目標之後 你就可以了解到 只要跟這個目標無關的東西 你可以暫時割下 把它放到比較後面的順位 然後 你知道了 為了達到這個目標 你需要準備多少能力 你就知道依據這些能力 去尋找相對應的課程 這樣學習起來就 比較按部就班 你會知道你自己該學些什麼東西 好開始囉 在我的課程裡面 自學吉他的 初學階段 有一個重點就是 自彈自唱 我之前應該已經在蠻多影片有說明一下 在這邊再簡單說明一下 為什麼是自彈自唱 因為自彈自唱它會讓你能夠 同時用自己的聲音來表現主旋律 然後用吉他來擔任伴奏的角色 當然吉他擔任伴奏的角色的過程當中 也會擔任部分的節奏樂器的功能 你比較能夠在一開始就體會到 一個 簡單但是很完整的音樂的架構 有節奏 又有和聲 也就是和弦 又有主旋律 所以這樣子搭配的練習會 比較成為一個 很好的基礎 之後可以進階做各式各樣延伸會很明確 好所以初學階段的第一個 木吉他的一個學習目標就是 能夠自彈自唱 在這個階段你需要 要具備哪些能力 你應該要先能夠認識吉他的各個部位 至少比方說吉他的第一弦到第六弦 你不要搞錯 把第一弦搞成第六弦 第六弦認成第一弦 上下顛倒 很多人會在這個地方 有一點混淆了 先把這個釐清 然後吉他的第幾個琴格 第幾弦的第幾格 這個要搞清楚 這個要知道的 再來就是音名 你不一定要有非常好的樂理的概念 但是我希望你可以從一個比較 從零開始的角度出發 因為有的人還在執著於說 A B C 這裏面的C 是不是等於 Doremi的Do 那D就等於 Doremi的Re 其實不要一開始就 讓自己這麼辛苦 要去把它翻譯過來一遍 你只要去 專心的去講 C就是C D就是D 不要再去把 Doremi相對應 因為 後面有一些概念 比方說 守調固定調的概念 會使得 C 不一定是Do 有的時候是 有的時候又不是 就要看你走哪一個系統 但是我們不要在初學的階段 就把自己搞得很累 所以就用 A B C 這是音名 你用的如果是 Doremi Fa Sua Si Do 這樣的稱呼叫做唱名 所以暫時先不用唱名 我希望你可以暫時先使用 音名 這是有它的 道理在的 後續我們就會知道 我們在初學會 埋下很多的伏筆 為了後續的進步而準備的 這些 音名在 紙板上面的位置在哪裡 你要找得到 比方說你現在找一個音字C C在哪裡 你用背的也好 用推算的也好 就是你要去知道 在紙板上面的 C在哪裡 那比方說 G在哪裡 A在哪裡 以及一些升降記號的音 比方說降E在哪裡 升G在哪裡 這些你要能夠 想辦法能夠找得到 一開始我會 比較把重點放在 第五弦跟第六弦 也就是吉他比較粗的這兩條弦 就是這兩條弦上面的音名 你可以盡可能的很 快速的反應出來 你會發現 比方說C這個音 第五弦上面會有一個C 第六弦上面也會有一個C 幾乎大部分的音名 其實就是所有的音名 就在第五弦上面 第六弦上面都各有一個位置 也就是說 你在譜上面 當你想要彈出一個音 比方說 G這個音的時候 你可以有兩個選擇 你可以在第五弦上面彈 G這個音 也可以在第六弦上面彈 G這個音 當然你在第五弦 跟在第六弦 彈的位置是不一樣的 這個是你需要去 知道的 再來就是 初學的時候你還需要一個能力就是 簡單的 波弦的 一個能力 就是你能夠 盡量可以 不太需要依賴視覺 就可以知道你的手放在哪一條弦上面 你正在撥哪一條弦 所以 你可能可以把比較多的注意力 把你的視線集中在你的左手 因為左手在指板上面有非常多複雜的 位置要選擇 要思考 所以說 你的右手能夠很清楚的 彈第五弦 你的右手就可以撥到第五弦 想要彈第六弦就可以撥到第六弦 就這樣子 其實不會很難嘛 就專心的處理這兩條弦就好了 後面的 第一弦到第四弦我們再慢慢的增加 這是一開始的時候 為了要達成這個目標 我們就用一些歌曲來練習 我找的歌會盡量是有 更深遠的學習價值的歌 所以說 可能有些歌是很經典 聽起來很老的歌但是其實是很 很有學習價值的 所以請多花點時間就把這些歌 聽熟一點 那在學這些歌的時候 我會提供我的版本的樂譜 這些是彩譜 我自己彩譜的 那這些譜的格式跟 一般 學自彈自唱的那些格式的譜 可能會有所出入 有點不一樣 那我選擇這些譜的原因 是 我用這些格式的 方式來整理譜 這些格式可以 通用到你將來成為一個 專業的樂手 他都還是可以用的 這些樂譜就算是你遇到 語言不通的其他的國家的樂手 你還是可以拿著這同樣的譜 可以一起合奏的 所以說 即使是遇到跨語言的 跨各式各樣的 不同文化繁離的 合作 合作對象的時候 你這些 譜都還是可以 拿來互相溝通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 從起點 我們就用最 最穩 穩當的方式來進行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那這些譜 你在用的時候 你就需要具備能夠 試譜的能力 你會在我的課程裡面看到 怎麼樣去 閱讀這些譜 一開始會有很多的重點 以及很多 沒有那麼重要的事情 可以放到以後再說 所以 先從最簡單的方式 你會發現我的每一堂課的 開始都非常的簡單 每次都幾乎只講一兩個重點而已 就 掌握那個重點就可以了 好所以再來就是 試譜的能力 知道這個音樂在譜上面的結構 進行的順序 從哪個小節 跑到哪個小節 哪個段落 到哪個段落 不要搞錯了 不要迷路了 這件事情要能夠做到 當然我會盡量的 為每一首歌 拍攝一些示範的 一些影像 那你可以 參考這些示範的影像 知道你該怎麼樣運作 該怎麼彈奏 再來就是 閱讀譜上面的 除了剛剛講的是架構 順序 現在就是 閱讀譜上面的 和弦 你遇到的和弦 通常會有一個字母 比方說 C 開頭是一個 C 然後後面可能就只有 一個數字 7 C7 C6 或者是 C13 C11 或者是 C minor C minor 7 C各式各樣的東西 我們怎麼樣去閱讀這些和弦 目前在初學階段 我會建議你先掌握的是根音 先能夠把根音彈出來就好了 因為我們要利用根音來達成 最簡單的伴奏 至於你能不能夠彈出更複雜的和弦 我覺得那 真的很不重要 也不要在初學階段去 浪費時間在這裡 因為先讓 讓你自己可以 唱得出來 可以搭得出來 你可能你會嫌棄這樣子的結構 好簡單喔 只有一個根音然後搭配自彈自唱 好像太簡單了 你的那些 同學們好像已經開始彈比較複雜的東西 先不急 因為 你把這個步伐踩穩了 後面的進步 會是 以等比幾速的速度成長 你的資訊量會爆炸的 非常的快 所以先把前面這個地方搞清楚 清楚的知道每個和弦的根音在指板上面的位置 當然目前講的都是第五弦跟第六弦 這樣你就可以做到了 接下來我還是會陸續的推出各式各樣的歌曲 然後會有一些 根據這些歌曲 會各自有一些延伸的一些細節的小知識 可以搭配著練習 好這就是初學階段要做的事情 接下來還會有 初學的下一個階段 就是我們會把和弦開始複雜化 然後節奏開始多樣化 好請敬請期待 然後 這裡面有非常多的課程都是很有價值的 但有些課程是只針對我的頻道會員 如果你喜歡的話 希望你可以加入我的頻道會員 你可以得到更多的服務 如果遭遇到一些問題想要提問 你也可以在我的頻道會員裡面加入討論 在上面留言 我會盡可能的針對你的內容 裡面有 可以做成課程的部分 分享給大家 然後 我給大家看 感谢观看